會擴權法案究竟有沒有違憲 憲法法庭將在二十五號下午三點宣判 但就在公佈結果前 國民黨又有動作 司委會 趙偉 吳宗憲 二十一號排案審查 翁曉玲等十七名欄尾的提案 修憲法訴訟法 要將大法官現有總額 改為法定總額 固定十五人 按規定憲法法庭審理 得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法官參與 修法通過至少要十人 才能做出評議裁判 但目前總統府提名大法官人士 被藍白擱置 只剩下八名大法官 屬於批評形同癱瘓憲法法庭 司法院書面報告書也說 若不能執行解釋憲法職務 恐傷害人民尋求救濟權利 這是一個進步的立法 司法法庭在開庭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符合 現在不只有二十名律師發起連數 拒絕憲法法庭停擺 公民團體也預告 若藍白執意闖關修法 將號召民眾重返立院 立法院去惡毒的時候 公民力量會再次集結 讓藍白立委知道民意反對 這樣的法律的通過 修法遭到各方反彈 温小林則在臉書發文強調 民進黨強烈反應代表這項修法是正確的 絲毫不退讓 不只總預算 朝野攻防戰場勢必再加一 三零星皇宰 這期節目由台北參謀到